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家庭版的酸辣粉做法 这个酸辣粉需要提前用清水浸泡一夜 碗中放入适量的辣椒面 芝麻 蒜末 食盐 浇上烧好的花椒油 吸出香味 加点鸡精 生抽 橙醋 蚝油 香油 搅匀 锅中烧开水放入一勺盐和酸辣粉 用筷子翻动一下 煮至酸辣粉变成透明状 煮熟后捞出来 放入料汁碗中 放点葱花 翻拌一下即可食用 美味的家庭版干拌酸辣粉就做好了 吃起来香辣过瘾 解馋开胃 喜欢赶紧试试吧